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许多人会趁着这个特别的节日庆祝送礼 以感谢妈妈无私的付出 槟城龙尾就有一名89岁的老奶奶 和同样踏入茂蝶之年的72岁儿子相依为命 自身没有能力维修破烂不堪的房子 早前还惨遭小偷破门行窃 行动党龙尾区周夜员杨顺兴 连同两位善心人士合资5万令吉 为她重整家园 这可说是给老奶奶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所以说老奶奶就帮她倒下来 交代就换个管理了 那种人是整家园子的牙女 这整间物质其实在去年就已经做了 去年就是MCO前我们就要做了 然后MCO过后就是因为这个不能够做嘛 一些PKB然后就等到7月过后 有点开放之后 他们就赶快地进行这些工程哦 大概花一两个月那种就把整个屋子翻新过来了 由于老奶奶年事已高 加上儿子在一场车祸后患上了精神疾病 让母子两人的生活捉襟见肘 他们居住的房子屋顶严重漏水 门口损坏 如今维修粉刷之后已经焕然一新 母子两人终于可以在一个比较舒适安心的环境生活 杨顺兴希望这次的援助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让更多有能力的人向有需要的群体伸出援手 温暖社会 明天见校篇 文字幕志愿者 李先生 明天见校篇 文字幕志愿者 李先生 感谢观看